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又歡迎上課 伊斯蘭進階的講伊斯蘭法律 我記得初階的時候 我們沒有講到這個題目的 以我初階記得 也有講伊斯蘭法律 講人的法律 人造的法律 和上邊的法律有什麼不同 人造的法律會經常變 修正 上邊的法律會有 一個部分是永恆不變 在古蘭進階 今天我們就試圖 探討一下伊斯蘭法律 基本的精神和目的 大家心目中 可能有很多疑問 聽到伊斯蘭法律 大家會想到 或者念想到什麼 大家講一下 斬首 斬首 是 斬首 為什麼會斬首 斬首是斬首 還是斬首 斬首是 斬首 為什麼會斬首呢 一會兒再講一下 伊斯蘭法律 就不只是斬首 大家就不知道 還有什麼 大家隨便 聽到伊斯蘭法律 大家都會很害怕 會不會 哇 斬首你害不害怕 你害怕 斬首還有什麼 斬首 又被石頭扔死 為何突然被石頭扔死 哪些人被石頭扔死 空間 沒錯 這裡也會有少少討論 一會兒我都會有準備 這件事 空間的人被石頭扔死 木星的時候 我一定會講 有個個案 大家都感覺到 伊斯蘭法律 有時候看一些報紙 說 很多國家準備行使伊斯蘭法律 哇 那些人都做得很大的反彈 很害怕 馬來西亞也是這樣 巴基斯坦也是這樣 到底是什麼回事呢 我們今天看看 伊斯蘭法律 其實跟另一個叫做 Islamic State 即伊斯蘭國家很有關係 因為伊斯蘭國家 叫做行使伊斯蘭法律 在早 例如30年前 當伊朗革命的時候 就行使伊斯蘭法律 就行使伊斯蘭法律 推翻巴列圍王朝 行使伊斯蘭法律 就行使伊斯蘭法律 當時一般的傳媒 西方都很了解伊斯蘭法律 當然 剛才所說的 只不過是其中的一些部分 關伊斯蘭法律 伊斯蘭法律 其實我讀書的時候 都讀過一個學期的伊斯蘭法律 就是伊斯蘭法律 都是很皮毛 當然 Islamic Law 要在真真正正正讀 讀伊斯蘭法律 例如說伊斯蘭法律 在伊斯蘭大學 都有伊斯蘭法律 也有伊斯蘭法律 有 degree course 也有 master 都有 都是一個 subject 都是一個學科 都讀伊斯蘭法律 今天我們就宏觀點去看看 到底什麼是伊斯蘭法律 伊斯蘭法律是shariah 那就是 治義呢 治義呢 為什麼呢 就是說 一條水路 一條路 就去到一個水源那裡 我們知道 人就是要靠水 水 水呢 就是 生命之源 就是這個水 所以shariah 同一個字面的意思 就是說 一條道路 或者一條途徑 去到一個生命之源 對我們生命 或者生活 是有莫大的關係 好了 那我喜歡 就是人用這一本 昨天忘記了 scan給大家 這裏有一本書 是很久 很喜歡的一本書 那就是七零年代 那其中有一個 叫做 G.Extension 它是一個 就是那些 correspondent 就是那些記者 那樣 酒瓶的中東國家 那它寫了一本書 那你知道呢 它就說 戰鬥的伊斯蘭 戰鬥的伊斯蘭 那你看看 它那本 那個封面 有個教士 就是穆斯林的裝束 那就是 戴著槍 那樣 那跟那個 一手執經 一手執劍的意思 差不多 一提到 戰鬥的伊斯蘭 那但是其中呢 它在第一章那裡 它就開宗尼爾 講 講得很好 它就說 伊斯蘭呢 提供了很多指引 給個別的人 和社會 這樣 這樣 也都關顧到這個 文質啊 道德啊 經濟啊 政治啊 法律啊 那這些 這些東西呢 其實呢 作為一個非目思林 它都很了解 其實伊斯蘭呢 就不是說 政治歸政治 是宗教歸宗教 其實是一種生活方式來的 那跟著呢 它還講到呢 伊斯蘭呢 就不是單純的宗教 It's not really a religion 當西方人覺得 religion 就是一些 就是 很個人的事 是熟化的 那就是伊斯蘭呢 就不是單純一個宗教 那它呢 就是一個 就是完美的 就是一樣都講到的 一種生活方式 那呢 就 又有信仰啊 又有崇拜啊 那還有呢 就有一個教授 叫做System of Law 那它有 有些論法的 那我們知道呢 那我們知道呢 宗教呢 就叫人向善啊 叫人信神啊 有些宗教的意識啊 有些宗教的 就是 崇拜啊 那這樣 但是呢 也要生活啊 那生活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 就是有些矛盾啊 或者人與人之間有些爭執啊 那這樣 那於是乎呢 就要有解決的 那所以呢 很自然地呢 就是伊斯蘭呢 都會 涉及一些真主 都會 一些人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裡呢 就說到呢 伊斯蘭是經濟的System 我們下一堂呢 會講 有些關於伊斯蘭的經濟的情況 那 那 有些關於經濟的事情 我們下一堂再講 那另外呢 就是又有政治啊 做生意啊等等 甚至呢 就是 就是 持家 怎樣去管理一個家庭 Family 各方面的 和夫婦的關係啊 子女啊等等 那還有呢 就是 講完這個 遺產的 inheritance啊 就是 那麽多錢 死了之後 怎樣分配吧 還有呢 離婚啊 穿衣啊 就是頭巾啊 食物啊 大家都知道 意思一下 有些清真的食物啊等等 所以呢 那所以呢 還有呢 就是 所以呢 這位的 我們 需要的 羊分啊 土地啊 太陽啊 空氣啊等等 這些 沒有這些東西呢 我們沒有省存 那麽但是 只是這些東西呢 那麽不夠啊 真主呢 還告訴我 人應該怎樣生活 那麽他 派遣了他的 使者 很多的使者 不斷呢 提升了那些人類 應該怎樣生活 又 當是這個天經 那麽有些的 經典 叫那些人怎樣生活 聖人呢 或者使者呢 就是演繹過天經的 那麽是 在《古蘭經》的 五十七章 二十五節 他就說 我這個 我是真主啊 我確意呢 派遣到的忠視者 去傳達 好多的 名證 啊 這些名證 我確意呢 鋼視這個 天經和公平 這個 公平就是一個 balance 那麽就是 是非對錯 以便眾人呢 謹守公道 另外呢 就是 李雪 李雪就是叫 莫不得講啊 我的主呢 是命人呢 主持公道的 另外呢 就說 阿拉呢 由命令你們 在眾人判決的時候 要命公判決 這樣 所以主持公道 主持正義呢 就是 在信仰之後 一個重要的一個質素來的 就不是我們呢 我們信仰真主就算了 三萬半信仰真主 但是 社會所發生的事呢 真主要用來主持公道 所以這個是重要的一環來的 那社利亞的目的是什麽呢 就是 維持這個社會的安全 我們都知道 人呢 有幾個需要的 是吧 馬斯爐呢 就告訴我們 人有基本的需要 那個需要是金字塔 就說人有基本的需要 基本上有飲食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安全 那社利亞呢 就是能夠呢 那個目的就是 主要是維持我們社會的安全 還有呢 保障個人的生命 財產呢 理智 論常和宗教 遇上紐分的時候呢 要根據社利亞判決呢 是主持了公道 那這個很簡單 那呢 講到宗教呢 有些論法了 其實都不是以斯蘭 就是突然間 這個宗教是有論法的 是不是 那其實論法呢 就是在社會上面呢 有人也有論法的 一個社會也有論法的 那我記得我們以前讀中史呢 其實呢 秦始皇也有很多的論法 是不是 那那個劉邦呢 又入了關之後呢 就說 跟那些人呢 若法 殺人者死 傷人及道呢 就低罪 就是類似這樣 那這些當然是中國舊有 那另外呢 我看到呢 譬如說 舊約呢 大家在香港可能 對於舊約可能會熟悉些些 最著名的呢 就是十戒 是不是 那大家可不可以告訴我 十戒 就是戒什麼呢 那些人 不可以告訴你 谢谢大家